农业农村部 预计今年肉类和奶类产量有可能创历史新高 11月4日下午 农业农村部举行新闻发布会 介绍京东明春重要农产品生产保供情况 针对鸡蛋等其他处勤产品供应情况 农业农村部序幕受医局副局长陈光华表示 预计今年的肉类和奶类产量有可能创历史新高 勤蛋产量保持稳定 保障元旦 春节期间市场供应有良好的生产基础 陈光华分析 国庆节后受消费需求增长 养殖成本上升等因素推动 鸡蛋价格出现过一波上涨 全国鸡蛋出厂价格从美金4元涨到了10月下旬的5.2元 最近几天又回到了5元以下 由于蛋机的繁殖率高 生产周期比较短 生产者能够根据市场信号比较快速地调节生产计划 随着近期新增蛋机开产 减少淘汰蛋机 鸡蛋产量将同步增加 后续市场供应是有保障的 陈光华还提到 从畜牧业总体情况来看 今年以来 全国畜牧业生产稳定发展 主要畜产品市场供应都是比较充裕的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 前三个季度全国猪肉产量3917万吨 同比增长38% 牛肉产量468万吨 同比增长3.9% 羊肉产量341万吨 同比增长5.3% 禽肉产量1702万吨 同比增长3.8% 牛奶产量2514万吨 同比增长8% 中文字幕 师傅 大 none